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取行仪式 大帮主席施代德·阿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军乐团奏瑞中两国国歌 德·阿曼在习近平排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一仗队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最后 施耐德·阿曼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与施耐德·阿曼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瑞关系 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习近平指出 瑞士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是今后发展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将战略磋商等各类对话机制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重点合作领域 将两国关系新定位落到实处 开拓创新是中瑞关系最突出 交易和金融合作基础上 把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同瑞士的创新优势相结合 为中瑞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空间 中方也愿同瑞方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矿泽协调和协作 共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 并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贡献智慧 保持良好关系 近年来 双方经贸 投资 金融等领域合作 更是发展迅速 瑞方对两国自贸协定实施情况感到满意 对瑞中合作进入创新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感到高兴 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在科技创新环保 中瑞双方共同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 关于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国务委员杨洁